我们都知道超级英雄看起来很酷 如果说出现在漫画中的超级英雄们在与反派对抗时穿得像 一位高中化学老师这样会吸引人吗 我想答案是 不会 粉丝们特爱那种色彩鲜艳又疯狂的紧身衣 有时候还可能毫无意义的非常曝露 这让超级英雄与死队友们看起来与一般人截然不同 紧身衣、超级英雄们的共同困扰 对现代的漫画改编电影来说 这些超人装的意义不只是单纯的紧身弹力布料 而是具有防御效果甚至是各种战斗功能的服装 但对超级英雄演员们来说 这是一套每天都必须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穿在身上的不太舒服的戏服 很不幸的是 对于DC最新电影《沙赞》的影星柴客 莱威来说 她在饰演这位能力多变的英雄时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她坦言沙赞服装让她在片场上有点不方便 尤其是当她必须要处理某些生理需求时 她表示 大家应该都明白 当你穿成那样要上厕所时会有多不方便 没错 为了要让服装看起来够酷 服装必须要看起来一体成型 总不能在服装四处都装有一堆拉链之类的 除非像死侍一样 那家伙身上有一大堆拉链 死侍 老兄我身上其实也没有拉链啦 我只需要一个洞让我上厕所 过去几十年来科技不断进步 却依然无法在超级英雄的戏服上开个可以既便利又可隐藏起来的开口 电影团队现在可以用神奇减灵术让塞摩尔 杰克逊看起来更加年轻 或是利用CGI打造出一个超猛的角色 但却无法让演员穿着戏服上厕所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真的很难想象穿着戏服的演员突然想上厕所 竟然还需要专业团队来协助完成 就在最近 水行侠演员杰森 摩莫雅也刚好谈论到关于类似的戏服问题 他表示如果我突然有变异 那就会是一大挑战 以及能够憋住也是一个宝贵的技能 虽然他在事后也承认这只是在开玩笑 不适度呈上十倍 柴克莱威也愿意再穿上他 虽然柴克莱威对于他的 沙战戏服有一些舒适度的问题 但他也非常清楚 让一位漫画里的超级英雄人物 首度登上大荧幕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 未来有机会的话 他也相当乐意再再度套上这件第二层皮肤 柴克莱威表示 这套戏服真的有够紧 简直是我的第二层皮肤 穿上他不是让我拍到满身大汗 就是冷到发抖 但如果未来还有机会能再度穿上他 就算不适度呈上十倍 我都愿意 目前看来 柴克莱威真的排除万难 成功的让这部超级英雄电影能够顺利登上大荧幕 观众在欣赏电影时可别忘了他这番付出